我家的小旺财总想着跑出去撒欢 为了不让他出去又能看看外面的世界 特地为他准备了小窗口 这个世界你可以看个够了 为什么总有一种在窗口办理业务的错觉 买房子的你逗我玩呢 当初说送我一个阳台 阳台是送了 可我怎么上去呀 世界上有种神奇的物品叫做梯子 如果需要请到售楼部购买 看到有人把自行车锁在了这里 我才发现原来下水道井盖还有这种妙用 原来下水道井盖经常不见是为了偷自行车 为了洗澡的时候不错过最新资讯 我想出了这样一个好办法 装水袋在手天下资讯我都有 终于知道你家为什么这么费水了 女朋友家里养了一只猫 每天睡在窝里不易乐乎 不知道多舒服 于是妹子突发奇想 也想钻进猫窝去体验一下 后果可想而知 今时进去了 就是不知道怎么出来 在她呼叫了半个小时后 家人终于听到了她的求救 两个人努力才把她救了出来 此时此刻我只想采访这位姑娘 您对这次体验打几分呢 刚刚陪着老板去拜访另一家公司 刚进办公室就看着墙上的这幅字 我脱口而出 全是信求 结果老板说这是最后一次带我出来 大哥 从右往左念 这可是诚信是今呢